我是反胜透法大将 反胜透法不是说本人的功劳 他是一个大家都在推动很多年的东西 不好意思 郭董你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在这个上面 大家自由吗 要全面防止中国势力干预 馆长公开力挺 绿云推动的反胜透法 直播上也不惜开呛 杠上郭台铭 我一带的团 当初他怎么样反对服貌 怎么样他立法院去集结 我七岁的老人 我一找一件年纪轻的 我会一起去到那边睡觉 你举办完了你确定要举办了 我也会找一个时间 我会让他号召 我会人数比你多 我会号召全他年轻人站出来 我们支持反胜透法 我会让你看到年轻人的力量 原来是为了反反胜透法 郭台铭上节目预告 要带头发起2019版的太阳花运动 揪团睡在立法院 这段话引起反弹声浪 让馆长忍不住回呛 也要揪人 听反胜透法隔空放话 双方来平场 只是事隔一帖 郭台铭大改口 反洪梅的话 我是应该是最大的受灾户 我一再地强调 我不是反对 这个立法反胜透法 我觉得 沟通的时间不够 我会找时间 我最近也会 早就会跟他 我会去跟他解释 青上火线灭火解释绝对不反 反胜透法要外界不要 强扣帽子 就怕被贴上红色标签 拖累郭家军选情 郭台铭还特别选在 李建颖政见广告首播上公开澄清 主张要将选战主轴 拉回实质政策牛肉 毕竟旗下小鸡想翻转土三 在选战前夕 绝对不能让反胜透法争议 这一次模糊焦点 这一行文部管招讯 新北报道 郭董自己讲的 然后他自己又讲说 我没有讲 这里面呢 他是在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 提到这一个议题 这样走下去 因为已经有录影存证了 他说呢 如果这个月底 民党执意要通过反胜透法的话 他要发动2019版的太阳花 他要到立法院去集结抗议 然后呢 后来大家开始讨论 发现说风向好像不太对劲 那郭台铭他又在脸书上面 他做出了澄清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反对反胜透法 他是反对出操立法的过程 而且呢 他还要强调说 DAC到来筹算里面 他是受到中国介入选举 受害最深的一个人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看呢 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郭台铭突然要讲到 这个反胜透法 是不是跟这样的时间点有关系呢 我们看到 包括有国台办 他就出来讲说 你们现在台湾要修这样的 反胜透法 是大开民主的倒车 是绿色恐怖 是逆行道师 我在想说 在对岸里面 他们有民主吗 他们在说 我们开民主的倒车 这是不是哪边逻辑怪怪的 好 萧英总统呢 他在昨天的证件会 他就有讲说 反胜透法 你要说成是戒严 如果是听到这种说法的话 你去附和中国 北京 他们会非常的欣慰 但其实国际社会会觉得 很不可思议 而且这里面呢 非常有趣的是 为什么这个反胜透法 他扯到谁 扯到玄天上帝 又扯到的妈祖 是不是这个法条 没有看清楚 范英老师 对 我们从这个法条 讨论的过程就知道 台湾就是有一个 很可怕的谣言网 把那个对的讲成错的 而且那个郭台铭先生 他昨天还说 他其实不知道 法条的内容 他是因为这个名字 他不知道法条内容 但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今天立刻改口了 他现在就说 他其实是针对这个程序 而且呢 他又保持去 原本不是说 要带人去冲那个 像太阳花运 对 今天就说 这个应该是 反对党的责任 意思就是说 国民党的责任 应该是你 他就保持距离了 所以他已经知道 他昨天这样讲 其实犯了很大的错误 第一个 你没有看法条 那你为什么 对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反渗透 对 这个法 你就有一件 难道是要反反渗透吗 大家就开始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名称是哪里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你仔细去看法条的话 目前讲的都是谣言 因为我们有听到就是 美人节 他应该也是没有看法条 就看法条 应该不会有这个误解 他昨天讲出来 这些东西也引起很大招动 全天上帝怎么了 妈祖怎么了 跟反射头发的观念 好像人间有做宗教交流的 甚至学术交流 文化交流都觉得 或者台商是不是 随便就犯法了 可是你仔细去看 目前的法条的草案 他其实第一个 要有行为 这个行为要有两方面 就是要有 其实就是指对按 中共的政党 或者是政府 下面直接的机构 组织团体等等 指示你 委托你 赞助你 去做影响台湾选举 而且是规范的很清楚 你要对选举有影响 要拿钱办事 然后影响选举 而且他还有一个 很严谨的要求 要认知到 意思是说 你如果是被骗的话 就不是你知道 认知到 比如说 他是不是 中共跟下面的团体 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很明确 这个钱给我 我拿了钱 或者只是我本人 去影响选举 你有没有认知到 你如果被骗的话 其实就不叫有认知到 所以我们以这个 妈祖为例 妈祖庙如果交流 或者透过 我是妈祖庙的主委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说 就算我得了一个捐款 可是我并不知道 他这捐款的目的 是要我去影响总统大选 我最后刚好支持 某个对岸喜欢的候选 这个没有违法 因为你并没有认知到 只是对方刚好捐款 我刚好什么 可是如果他给我 这个一百万 人民币或者台币 最后就是要我影响 选举结果 我知道了 还这么去做 这样子的情况 才是这个法律要规范的 所以这很明显嘛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去年年底的大选 跟最近美国的副总统 都已经很多的 国际的学者专家 国际媒体都有报导过 台湾是受到中共影响 假新闻 就是说第一名的地方 而且真的对 我们的选举影响了 而且你从这一次 大家的这个谣言圈 你就知道这个 假新闻多可怕 没有看法条的 都把一个正常的 民主国家的防御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类似这样的法 比方说像是英国 澳洲他们都有相关的法 而且还有包括纽西兰国会 因为大家想说 你提出来好像一个月前提出 然后你一个月后 就要通过这个法条 是不是太关系 纽西兰的例子 我们看看 人家一天就休 因为他们觉得说 中国的危害 他们会怕 所以他们动作非常的快 对 而且就是公民团体 我们知道太阳花运动 有那个公民团体 赖宗强律师 他们等等 还觉得目前的法条 写得太宽松 没有办法真的 认定有一些空旁就对 他们觉得可以再严谨一些 所以就是说 那当然这并没有回到一个 就是什么戒严时代的问题吗 我们政党里面有这么多 未来国会 就是说反对党的空间 各方面 不管是 就是说国会的席次 你其实有任何一个 凑的一个执法 都还有很多的空间 而且他完全没有限制到 言论自由 刚刚讲都是行为 那个五毛这些东西 乱讲话 就还没有办法处理 你基本上除非是说 有人是很实质的资助你 一个大量系统性的委员 刚刚这几个条件 行为 你有没有认知到 然后是不是有政治团体 或下面政党下面的 很清楚的关系的 只是委托赞助 这些东西 影响我们选举的行为 那有规范的那些部分 我觉得 而且如果说 国民党的团体 国民党也想要一起来 就是说防御的话 你其实目前 还有政党协商的空间 你也可以讲清楚 针对哪些法条 我想要修得更清楚一点 而不是就是说 目前就来个大反对 然后把一个对的东西 讲成是扭曲的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讲的 假新闻跟扭曲 我想这样子 大家没有办法 好好讨论事情 我是觉得是这样